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湘已于纪念七月离婚 孩子由两人共同抚养 当消息一出来 就有不少网友将之前王月伦深夜和异性亲密的事件联想到一起 自王月伦和李湘结婚以来 他就有两次被抓拍到了和陌生女子亲密 当时李湘还出来澄清 而王月伦则扮演一个好丈夫 低头道歉 求得妻子的原谅 而现在的这一波操作 不得不说就显得很讽刺了 因为若是两人在七月份就已经离婚 为什么后来王月伦还在秀恩爱 这也许不过是男人掩饰自己错误的惑中行为罢了 实际上两人关系的破裂早在大众的预料之中 早期也有人不看好 如今我们更没有必要去评判什么 只是作为旁观者 我们想要的爱情不过是想知道如何避免遇人不输罢了 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多数女人偏爱坏男人呢 这一点在生活中是常态 有一句话说 喜欢一定是偏爱 偏爱不一定是恋爱 这句话说的不假 但是即便如此 男人的三个特点却依旧让女人着迷 具体如下 一 坏男人不会太听话 有人说听话和愿意听话是两码事 听话是本能 愿意听话是选择 深以为然 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男人的身上 因为他们对待感情一向理性 既没有女人的韧性 也没有女人的深情 他们能够给对方的只有一种让女人感到危机感的优越感 为什么女人会对坏男人恋恋不忘呢 也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会选择听话 而是和女人反着来 在见爱人这档综艺节目中 KK便是这样的男人 在两人的婚姻中 KK没有给到童晨杰该有的安全感 就生孩子这件事来说 两人一直都很难统一意见 KK想要孩子 但是童晨杰却因为对方爱喝酒 而大多数的晚上都会出去和朋友喝酒喝到凌晨 这让童晨杰不愿意相信 KK会做一个好爸爸的角色 当然在两个人平时的相处中 KK是婚姻中任性的一方 他解释说 让童晨杰照顾自己是为了让对方感觉自己需要他 让对方幸福 可是在外人眼中 这不过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罢了 即使这样 童晨杰的爱依然多于KK对自己的爱 他甚至愿意给他机会缓和两人的关系 由此可见 不听话的男人确实能让女人付出更多 但是这反映的有时候却不是一种主动的爱 而是被动的接受 如果可以 希望男人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 给女人多一点呵护与关爱 毕竟双向奔赴的爱情才有继续下去的价值 二 坏男人都懂得对自己好 有一句话说 坏男人对自己有要求 对女人没要求 深以为然 对自己有要求的男人一定有自己的私欲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他们企图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式 就是去把一个女人牢牢的套住 并且让自己成为爱情中主动的一方 毕竟 能让女人仰视的男人 自然是很迷人的 在大众的认知中 总觉得女人花更多的时间管理自己 才会让男人对自己刮目相看 却忽略了站在男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实际上 不少男人也会懂得对自己好 如此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勇得女人的爱 歌手张杰早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她的气质却吸引了谢娜 当时有不少人觉得她是高攀 直到现在她的成功才让大家觉得 她不仅很努力 而且很优秀 相信这也是她让谢娜着迷的地方吧 有时候 男人对自己好并没有什么不妥 他们只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而已 况且男人的进步也是女人提升自己的动力 不是吗 三 坏男人不会把感情当成全部 有一句话说 日子是没有感情的 他不接受感情 当然也就不为感情所动 需要感情的是人 深以为然 生活确实没有感情 需要感情的是人 因此 男人的理性 让他们对感情保持一种恰当的梳理 我们眼中的坏男人 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真的很坏 而是因为他们令得清轻重 有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个男人 为了事业而对自己的人生大事置之不理时 也许会认为他们很固执 可是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有了事业 也会有为爱情保驾护航的能力 在他们眼中 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因为当我们沉溺于爱情时 感受到的将不是甜蜜 而是一种近乎囚劳式的窒息 当然也正是因为男人 表现在事业上的责任感 才会让女人动心 这也就解释了 他们为何能够吸引女人的原因 让女人着迷的男人 一般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 也许并不是对方真实的形象 因为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开始失去可信度 那么爱情也就失去了 其内在的纯粹 作为男人 希望你能够做到以上三点 做一个能够让女人 感到幸福的男人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